哈喽命运好好玩 粉丝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收看 开运十分钟一点你就通 我是舒文老师 很开心可以在今天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直播十分钟 这直播十分钟呢 舒文老师会为您带来的主题是 2021夏季越来越热了 那么这个时候夏天最火热 最旺的生效有哪些呢 如果你对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的话 那么请帮舒文老师按赞分享 然后顺便开启小铃铛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夏天 让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的话 你也想要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知道 那么请现在呢 就帮我们把影片立刻按分享 让大家一起来期待 夏天尤其是今年夏天 到底谁可以从谷底翻身大转运 不管是事业上或者是爱情上 谁可以成为今年夏天的佼佼者呢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直播要开始之前 这主题要开始之前啊 舒文老师除了呼吁大家帮我分享之外呢 我要先跟大家闲聊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个疫情真的是越来越炙热了 让大家心里面都觉得有点慌慌的 有没有 可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个人卫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哦 不管天气多热 口罩呢 只要在外面都不要拿下来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戴好口罩 然后呢 就跟什么 就跟戴好安全帽一样的重要 口罩真的是不离身 还有啊 如果我们出入公共场合或是回家 一定要记得赶快用酒精消毒 然后赶快去洗手洗澡 我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 找回我们的健康 疫情远离 让我们一起为全台湾祈福 好不好 加油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夏季小养生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等大家人多一点 赶快赶快 帮舒文老师 劳定就劳咖 然后一起分享按赞 我们今天的直播哟 那么呢 夏季养生呢 先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小满 小满刚过 那么小满呢 就是我们这个 一年的节气里面的 比较类似就是 过了小满 我们的夏天就慢慢的到来了 那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饮食啊 要以清淡为主 我们不要再吃一些 比较腻的 譬如说像肥肉啊 或者是油脂比较高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淡养生 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适应 这个夏季的高温 那么清淡养生的食物 有哪一些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艺人啊 绿豆 或者是冬瓜 黄瓜 西瓜 或者是像西红 不能讲西红 大家习惯用西红柿来用番茄 好 或者是山药 这些比较清淡养生养胃的食物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多食用 让我们把身体的这些湿热之气排出去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享受一个清爽的夏天 越来越健康 当然防疫就会越来越成功了哦 现在跟大家说 嗨 保龄汇居 孟林 亚萍 杰克 谢谢你们来 让大家帮我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夏天最火热 最旺的生肖有哪一些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呢 你很希望跟亲朋好友们一起共同讨论的话 也不要另洗你的手指头 赶快帮舒文老师分享出去哦 首先 先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运哦 那么事业呢 在今年夏天 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很期待 到底呢 今年夏天 谁的事业会比较好 甚至比较稳定 那么在这里先跟大家聊一下 所谓的夏天 我们会比较定义在端午节之后 那么端午节之后 就大概是我们的农历5月5号 也就是国历6月14号之后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那个 最旺的生肖 哇那恭喜你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开始催足马力 那么希望过了端午节之后 你就可以一飞冲天哦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事业运旺的第三名的生肖 是哪一位 好 是我们的 登登 是属猴的朋友 好 那么在这个夏天啊 属猴的朋友 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赚钱机会比较多 为什么他赚钱机会比较多呢 因为他非常愿意动脑筋 能够为自己创造很多的机会哦 甚至能够在不停不停的成功过程当中呢 得到很多人的信任 然后得到信任之后 我相信这个属猴的朋友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努力 也能够得到亲戚朋友的加持跟帮忙 那么在事业上面呢 自然就能够比较忘运一些 甚至啊 幸运 某一些幸运的属猴的朋友 还可以在这个夏天呢 顺利的遇见 大客户哦 业绩涨不停 那么甚至可以得到呢 所谓 我们不能讲说是 现在很多是长官啊 我们讲长官 或者是领导 或者是我们的 partner 我们会互相拉抬 互相支持 互相欣赏 都是属猴人今年呢 可以期待的好运气呢 但还有一个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希望属猴的人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冷静面对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比较容易遇难成想 痞疾太来 不管遇到什么坏事情 我们深呼吸一口气 因为好运就在后面等着你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属哪一个生肖的 会是我们事业第二名的好运呢 摩拳擦掌 期待一下 是不是你呢 好 看一下 哇哦 第二名的幸运生肖 是属鸡的好朋友 属鸡的好朋友呢 在今年特别 今年的夏天 特别容易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 属鸡的朋友 恭喜你 你们的付出 前面很辛苦 对不对 但是在今年的夏天 都得到了回报 在今年的夏天 你都可以得到很好 很好的 这个叫什么 嗯 你前面的努力 都会告诉你 你努力对的方向 应该是这样子说 甚至可以找到 非常适合你自己的领域来发展 那么利用自己以前努力过的 熟悉的经验 熟悉的人脉 熟悉的地域 那么 就能够帮助你在事业上面 慢慢慢慢的呢 我们不要讲一飞冲天 飞黄腾达 这个太浮夸 我们会说 至少你在这个熟悉的区域里面 你找对了方法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 所以呢 在今年的夏天 我们可以期待 熟悉的人的发展 但是呢 说老师要叮咛一下 因为呢 前面的你啊 冲得有点过头 所以其实呢 在今年夏天 熟悉的朋友会觉得 身体有一些疲倦 因此呢 要多注意饮食清淡 还有饮食的营养均衡 那么在这里 希望你们就算在忙 也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么在这里 属鸡的朋友 先恭喜你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名 是不是大家万众期待第一名 事业最旺 第一名到底是谁 哇 连我都很期待 第一名 我们先恭喜 来 掌声响起来 登登登登 第一名的朋友 是我们属狗的好朋友 在这个今年的夏天啊 属狗的朋友呢 他们会发现日子 越来越顺利哦 因为前面他们可能忙得不可开交 总是在堆叠人脉 总是在堆叠经验 总是在堆叠很多的东西 那你堆叠的这些 这些基本配备 在过了夏天之后 终于向你回馈了 那你终于可以得到 叮咛邦邦的好消息哦 那甚至呢 孙老师在这里 也非常非常的积极的 要鼓励一下属狗的朋友 你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虽然现在我们疫情 不方便外出 可是你一定要非常积极的 用通讯软体 来去拜访你的客户 不管是旧客户 或是开发新客户 甚至打电话 我希望呢 你都不要松懈下来 一定要趁着这个 夏天火旺的运势 帮助你自己 慢慢慢慢往成功的 道路上面前进 那么在这里啊 孙老师跟大家 分享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发现 有的时候在某些时候 那个幸运 它是相对值 不是绝对值 它不是绝对幸运 而是相对 例如说 大家在哀鸿遍野 一片可怜的身当中呢 就是很很很 大家都知道 疫情现在这样 可是属狗的朋友呢 他到现在 第一个可能还有订单可以接 第二个还有老板可以跟他聊聊天 第三个还有客户呢 愿意跟他聊下半年度 我们应该怎么样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相对幸运哦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 是在做医美的 不管是咨询师 或者是医生 他们那的昨天吧 前两天跟我分享 他说 书文老师我跟你讲 我们本来以为去年的疫情啊 已经是最可怜的了 那些美容师啊 大家都关在诊所里面打蚊子 后来我发现今年有一个高峰 因为连蚊子都没得打了 因为我们把环境都扫得太干净 没有蚊子了 所以现在大家怎么办呢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沉前 暂时的休息 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养精蓄锐 同时也不要忘记利用我们这些 通讯软体啊 电话 维持跟客户之间的感情 我相信下一个业绩高峰 绝对就在未来等待着你哦 好 嗨 Vivi圣兵 文心 小吴 小美 小美 嗨Sabrina Ann 彦慈 Kelly 丽华 是丽华吗 还是陆华 对好 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今天来看直播 也欢迎帮书恒老师 按赞分享出去哦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 好运旺旺来成为我们最火热最火热的生肖 好 现在呢 单身的朋友 想要结婚的朋友 注意了 看这边 因为我们要分享 爱情最旺的生肖咯 那么在这个夏天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要来临了 没错 就是什么 七夕 在七夕 你还想一个人过吗 我相信应该不想 大家是不是很希望能够花钱月下 然后跟你的另外一半山盟海事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今年的夏天 有哪三个生肖 它脱单几率百分百哦 我们看一下下 第三名的我们先恭喜 属兔的好朋友 登登登登 好 对生肖属兔的人而言啊 今年的夏天对你来说是一个绝妙脱单的期啊 好时机 尤其是适婚年龄的人 好 很多人都问我说 老师 什么叫适婚年龄 当然在以前啊 适婚年龄 可能18岁就叫适婚年龄 但是现在呢 因为大家的工作 比较繁忙 然后事业心也比较重 因此我们的事业 适婚年龄慢慢的就往后拉 其实对我来说 咨询过这么多的命主 我的经验是 适婚年龄大概是2728 所以呢 大家也都不要太紧张 当我们事业有成 慢慢有一些安定的结果的时候 再谈恋爱 也不会很迟哦 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爱情 太过于紧张 好吗 好 那么呢 在今 不是在今年 在这个夏天啊 适婚年龄的你 适婚年龄的兔宝宝们 请不要再错过了哦 这个时候呢 请你我们要一起唱 《摆脱孤单》 好吗 有这首歌吗 他没有耶 我自己创造歌名 好 我希望大家写一首 《摆脱孤单》 好不好 好 那么呢 在今年属兔的朋友 他可以 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呢 从认识的朋友 譬如说 像以前的大学同学 你以前工作过的同事 你们现在 都还有维持着 不错的联系 维持不错的友谊 啊 其实有时候 回头想一想 你会发现 你跟这个人 好像还蛮合的 有的时候 是蛮聊得来的 诶 那这个时候呢 不妨啊 借由一些通讯软体 你也可以上线 跟他聊聊天 对他抛出橄榄枝 然后你会发现 在这个美妙的moment 也许就能够跟他 从朋友变成情人 所以属兔的朋友们呢 在今年的夏天 最容易得到 好姻缘的地方 就是从认识的朋友之间 下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啊 嗯 譬如说像大学同学 或者是以前上班 一起相处过的同事 有前面累积的经验 来帮忙你 你跟这个人 可以很快就变熟 因为你们有共同的话题 曾经共同的生活圈 曾经共同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啊 属兔的朋友 在今年的夏天 不要错过好吗 七夕 不想再单身一个人 就要积极一点哦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在爱情里面 爆红爆火的生肖 是谁呢 棒棒棒棒 恭喜 掌声 耶 哎 为什么没有掌声 拍一下 好 好 我很喜欢强迫小编 对不起小编 好 第二名呢 是我们属猪的朋友 因为属猪的朋友 在今年夏天 有三合贵人来相助哦 可以说是喜气临门的好时节 那么属猪的朋友的喜气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 如果你有稳定的另外一半 在这个夏天呢 也许就是你们许下 终身誓言的时候了 那只是呢 在这边要多叮咛一下 因为啊 现在是疫情期间 比较麻烦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呢 在很多大众场合之下呀 我们求婚 或者是很开心的拍婚纱照 或者是订喜宴 但是没有关系 所以老师要说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甜蜜的恋情 一直持续到年底 我们解封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 去拍美美的婚纱照 然后呢 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 你们的喜悦 所以在这里属猪的朋友说 老师要特别叮咛 你们两个之间 要懂得相处的艺术哦 虽然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没有办法常常的见面 或者是你们可能各在天衣啊 可是一定要记得早晚的问候 或者是啊 要记得跟你的另外一伴说 我很想你 你有没有想我啊 疫情期间记得戴口罩哦 嗯 要叮咛一下对方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恭喜属猪的朋友了 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直播达到高峰了 好 为什么 因为爱情第一名的人就要出现了哦 如果是你的话 一定要为自己喝彩一下 好吗 今年我们的爱情第一名爆红生效 就是属马的朋友了 登登登登 好 现在不好意思叫小编再拍手 小编很忙 好 那么属马的朋友在今年夏天的桃花运 我们可以用大喷发三个字来形容哦 走到哪里呢 都受人瞩目 为什么 因为你有紫微吉星的加持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请你向你的好朋友们 请你向你的好朋友们广发英雄帖 告诉大家 请大家呢 帮我介绍你们手上觉得很不错的异性 请大家把他们的联络方式留给我 让我可以跟他们好好的聊天沟通 请大家呢 请大家呢 要记得一句话 虽然疫情让我们宅在家 可是呢 爱情不要宅在家哦 真的 尤其是呢 在这个火热热的夏天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很美好的气息哦 所以呢 属马的对象 你一定要从外界 要从外界去找出新的机会 展开新的火花 千万不要因为疫情 就觉得说 哎 没关系啊 再等等啊 我跟你讲 baby啊 各位baby 大家都知道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不要让疫情蹉跎了你的青春 我们还是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来认识异性 跟他们做很好的沟通跟聊 很好的沟通跟了解 嗯 应该这样子说 所以呢 在今年的夏天 我们来恭喜一下这六个生肖 好 非常好 我们的开运 十分钟一点你就通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做非常非常快乐的直播哦 感谢静云 Leo 月同月容 水月 echo echo 是echo 好 谢谢你们来 谢谢 非常感谢 那么呢 也期待在六月的时候呢 舒蕙老师可以在 命运好好玩的粉丝团直播 持续跟你们见面 希望大家要帮舒蕙老师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下一次的直播 你就可以 在第一时间 跟舒蕙老师分享幸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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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